十拿九穩,只差在首名還是次名 所以有些球隊只能贏一場球 就可以出一線 就叫做穩得出線 因為只是放一隊 不過香港隊在C組當然主機有點惡劣 因為面對著中國和哈薩克 哈薩克也在較早前三年贏了香港 好,看看這場決定性的決勝局 首先是由藍王隊發球 好了,蜜蜜牌的將攻 我給了10號的擺一環 過不了就是藍王隊的藍王 他們先取得第一個發球分 一拳做到,兩個跳起 做個自我演戶,救得漂亮 我給了四個位置 這個防守做得好 還有藍王隊後防 捱起了這個球,給了四個位置 10號的金燃鏡,超手扣殺 衝了兩分 出來了 決勝局的投球打得相當好 球到,也是,修正 這個球做了虛弓 兩球就是重球 這一球做了虛弓 騙了對方 對方的角色,真是很重要 看見他大喊一聲 表現給對方聽說,我會下手打 但最後就是做個虛弓 打了三分而已 被迫要叫他主動暫定 因為對方的發球分 全部都是 泰國隊 不過藍王隊都要賺一賺 他的心理質素相當高 因為剛才提及過 你先取得兩局 被人連追兩局 無論如何都會打擊他的士氣 但他們沒有影響到 一出來就先取得三分 還有排位方面 教練李承熙也挺厲害 為何這麼說 先放了10號的金燃鏡 在四個位置 先取得分 起碼在四個位置 要保證 但這分球很頑皮 金燃子 對方贊成後 竟然一個很穩固的發球 已經開失了 真的不是太薄的開發 已經這樣失去了 反過來可能打起了對面 不過幸好 你只是有個金燃鏡 關鍵時刻 看見他的重要性在哪裡 而且今天整場球的金燃鏡 沒甚麼打擊過 沒錯 當然他進攻又如何 盡量利用他 好了,快攻守 金世兄 一傳破壞了 轉過來設定位置 先拍攝 好,轉過來這邊二項位 出手多快 而且設定得很漂亮 他面對著網來設定 這個球很難升 好,到點 設定過又好,打過又好 好,打過又好 出來被人衝了三分 現在就能夠安定一點 泰國 沒錯,分多一點就是快攻 還給到14號的楊孝珍 一傳到,不妨可以做多一點 第一局不是手法球員 楊孝珍 但接著有很多上陣機會 這個關鍵的一局 還是正選上陣 這個球出了一屆 看看獅次元 就說好球 慢鏡看又真的有點像好球 不過獅次元當然他的線 他才在他前面最清楚 最多分 好,給二項位 左手掌 難倒 這個球沒有動腳 原地上就是一個撲夠 這局好像連主也沒那麼順 對,二傳手 看見他 給雙手 雙腳就比較吃虧 反過來,泰國衝了分 看他怎樣做 再給四個位 碰到手了 觸手出界 他給最穩陣的 不過他跳起之後真的超手 還按著矮的去到攻 六比四 出界 這個搏髮球 打得太盡了 不能出界 是 對他來說 體力消耗也應該來到第五步相當大 所以照計應該不要太盡 動作 還是穩陣一點 打得好 因為剛才他連續幾個失誤 其實如果這個人有點累 這球真的控制得不好 他一拳又押了他對面 我看到南方隊幾分 都是自己的失誤 令泰國隊得到分 裡面有平手球 佔起 好,回到後排 起了四個位 金敏哲,南方碰起了 今天金敏哲打這球 往往被對方倒折 加上南方心急 電網犯規 可以說,南方隊 雖然剛才一開始拿著三分 但是幾分 四分都是自己的失誤 送給泰國隊 剛才是楊孝珍自己按在網頂上 幸好還有另外一個四個位 因為這段時間 不知道是否李淑哲也看到 一個情況就是 金敏哲可能有點累 盡量不讓他打後排 讓他可以回一回氣 因為他出來休息就沒有機會了 就等他不用打 去到前排才再加強力量 好,一傳 這樣就有了 完全抓不到 一傳到位 給了11號的球員 安潘 下個就是貝菲 雙方交換場地 去到八分這個關口 一出來 三比零 也猜不到 去到轉場 是欠一分球 還要 他們的球迷就很落落 一直在 隊員其實都落力 剛才那些失誤 就叫做比較陰空 轉了場 左邊這邊是泰國隊 在發揮進攻方面 他們一直都保持得挺穩定 絕對沒有手軟 奧羅馬 一個對一個 對他的打法來說 絕對沒有問題 就打這個觸手 也變成你要叫一個暫停 這個主動暫停 就是南韓這邊叫的 雙差兩分 當然也有很多 叫做本錢去到追 但是一定要早追 因為打15分 去到10這個關口 也是一個很大的 心理壓力關口 節奏上 南韓隊 很多時候 一次功做不到 被對方反擊 看著看著手 而且這一輪 看到他們的戰術變化 是稍為不多的 想說穩陣 給一些殺傷力強的球員 這個奔波 安潘就大意了 對方一傳已經失去了 這個叉燒也吃不到 練到自己的球員 起失了這個球 嚇到小朋友 嚇到小朋友 你為何陷了我 跳起來之後 按下我,這邊也有 真的挺小潔的情況 這位傳也是一般的 都敢做快 值得一讚 這個球真的很難做 而且也不是那麼多球 打的安潘 完全沒有跳 今天15號的金世英 今天走漏了快攻 以為他就是假的 誰知道二傳手 13號的諾沙拉 真的有膽子 還是領先兩分球 好,打足手了 今次終於有一個進攻得分 很多時候真的被人看得太通 好一點了 他說一直都是想等 金言經上來而已 現在上到前排 對 9比10 南盟隊留下1分 這個防範 看看有否能力拿到1分 對方 屏拉染一個中間2點 這個時候看到泰國隊也是一樣 對他們有效的戰術 這隊球體能很好 所以看到剛才的機動性 又出現了 他說一傳一道 三個人去走動 就是看你捉誰 你頂籠一對一捉 去到局尾 南盟隊危險了 因為現在落下2分 如果給對方還有機會做個反擊 他叫好一點 這個階段剛剛 金言經是前排 如果還沒上來 他們真的很危險 現在還可以確認 1人1分 危險的,1人1分就輸了 對,他現在要看 希望在金言經上來 難忘希望幫到手 是嗎 繼續出界,對嗎 對方自己失誤 這樣又不同 打就這樣打 避手就出界了 要暫停嗎 有人出界就立即叫 打到平手 當然了,泰國隊教練 敵敵幫 不敢怠慢 因為自己拿著主動拳 就是接發球 這樣就好好組織 這一局又是一人好一段時間 來到這裡 你說這場球 不是叫五波 即是哪一場才叫是 局數是2比2 來到第五局決勝局 11比11 大家接近得不得了 反而唯一奇怪的一局 竟然其中一隊過不了20分 因為兩隊球 其實應該每局賽事 都是二十多比二十多 那就正路一點 但誰贏這場球 好 一個去攻 夠了 給中間打2.5 落鎖快 很果斷 14號的楊孝珍 肯定是他 因為10號的金燕景 因為剛才落地 已經打不到進攻 兩個高的 第一選擇就是金燕景 第二個就是給楊孝珍 難倒 這場球真是空梅路轉 這場球 這局也更加明顯 互有領先過兩方 現在的範圍 又到藍環領先2分 最近衝了4分 主動暫停後,泰哥 也沒有起色 看看能否這樣做 兩點攻 還給四個位 足夠的 一樣照做一些平球 好,他被你兒子是隊長 快點運 第四局完全靠他 在笑偉得分了很多球員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 馬力加,穩陣化了 以而一拳破壞了 叉燒不吃 再做 又是被笑偉 但這次被他打不到 這個選擇可能有點傷害別 直接吃的叉燒還沒做 更加穩陣 再做,被兩個隊攔住這個笑偉 沒那麼容易過得到 兩球 都是李淑子 打網成功 值得開心 反而他們去到 match point 浪費了一個反擊機會 剛才泰哥 一傳起失了 直接失誤 這樣輸了 真是 看多次最後這一分 直接有 還以為是自由人 應該是 折法球比較好的一個 直接失誤了這一分 真是很慘 不過這場球 他們有機會贏 在整個第五局裡面 先輸兩局 追兩局 勢又在自己手上 去到第五局決勝局 雖然被藍王先衝了三分 但去到轉場的時候 他們領先一分 最多曾經領先到11比9 那個階段是最好的 11比9的兩分優勢 那個轉滅點就是這裡 接著被對方連續拿四分 他反超前 這令泰國隊 在這場球 就僅僅2比3局數 輸給對手 大家留意了 明天我們下午有一場直播 會再看回香港隊的表現 但更難打 因為會對著 C組裡面最強的球隊 就是中國隊 也看看中國隊明天的陣容 會以甚麼陣容 去對付香港隊 說回這場球 其實果然來說 我覺得相當好看 不過泰國隊 有權贏之下 而贏不到的第五局 又有點可惜 對,南岸隊 初段的時候 失誤得多 但到了獨尾 反而泰國隊有幾個自己失誤 除了為何他們可以贏 其實金燃景在最後的階段 去到前排也挺關鍵 沒錯,前排當然…